城市土壤研究都拿了百多個不同地點的樣本 在實驗室非常之詳盡地分析過 原來發現大部份的樣本 80%的成份是砂石 很少粉砂和黏土成份 土壤正常應該是砂石、粉砂和黏土 大致上平均的份量 由於砂石太多 根和土壤之間的黏性就沒有了 很容易就拉散、拉脫 所以倒下來是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砂石太多樹 用外國的經驗 大樹砂石一定要研究一下為什麼砂石 拍照做記錄 然後分析資料 然後作出一個總結 就說我們經過這個教訓 我們下次怎麼可以做好些 這就是一個科學精神 一個研究精神 如果我們這樣做 我就逐漸逐漸積累了一些知識 和經驗 我們以後中樹就可以避免一些問題 重複又重複的出現 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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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